如果把社会比作一所精神病院 它会是什么样子 哈喽啦,我是专马 今天我们就要来看这部非常经典的飞跃风人院 满足你的所有幻想 60年代的美国 冷战,麦卡锡主义,人权运动逐渐兴起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抵制当权者的掌控 试图奔向自由 这样放飞自我的思想 也影响了一家小小的精神病院 宁静的黎明,太阳还会转出云层 巍峨的高山让风人院照不到一丝光芒 望远的小道上,一辆小轿车缓缓驶来 是风人院的护士长瑞秋小姐来上班了 她来得很早 病人们还沉浸在昨晚安眠药的作用中 她来的第一件事便是打开音乐 继续给病人们喂药 瑞秋小姐要确保他们安安静静地接受治疗 她已经从事这份职业很多年了 从未出过差错 但今天尤为不同 这片平静的深海即将迎来一位齐天大圣 是要把这里搅得天翻地覆 她叫麦克莫菲,被警察用手铐送来的 莫菲本来在劳动场接受改造 但因为总闹事,既吃不既打 少明深深怀疑她精神有问题 特地送来这里诊断治疗 留用观察一段时间 当手铐打开的那一刹那 莫菲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 大嘴裂开一笑,准备奔向自由 这笑容,差点把我拉回了闪铃 莫菲一路走一路瞧 这里的一切都让她十分好奇 尤其是这个湛如松的大傻哥 一脸的呆萌 无论她做出什么滑稽的鬼脸 大傻哥也毫无反应 一旁的小结发告诉莫菲 那是印第安酋长 听不着,也不会说话 莫菲也觉得她不好玩 又走过来跟大家一起打牌 只见她耍了几下赌胜的绝招 就轻轻松松扰乱了牌局 这下让莫菲深深觉得 凭借自己的智商,惩罢丰人怨 那还不是分分钟的事 在那明显忽略了一个人 护士长,瑞秋小姐 瑞秋小姐给病人们 安排了十分详细的时间表 什么时间吃喝拉撒 一分钟都不会差 外加广播体操 病情讨论会 生活作息十分规律 今天讨论会的主题是 哈顶先生的病情 哈顶先生总觉得 自己媳妇经常看别的男人 他本想以此为借口 去外面约个小姐姐啥的 但他又不好意思说出口 就这么进了疯人院 哈顶先生解释自己的行为 叫做 人与人之间 外表与内涵的并容 看看这用词 都可以写一篇小论文了 莫非在旁边听得一脸懵逼 果然 富人院里啥人才都有 瑞秋小姐鼓励大家 对哈顶先生的事件畅所欲言 一边的学霸派 立刻给大家上了一堂恋爱哲学课 另一边的学渣派 一个鬼脸秒杀所有理论 他们一言不合就吵了起来 场面闹腾得让人头大 连轮椅上的病人都被他们烦得会走路了 但瑞秋小姐却是一脸淡定 表情就像是机器人一般 静静地看着他们闹腾 莫非左看看右看看倒是傻笑个不停 这里的生活可比劳改有趣多了 平时外出放风 还可以打个篮球 莫非看着球长的身高 这海拔不打篮球都浪费了 莫非一遍一遍叫他投篮 球长傻反应也没有 久了半天 球长才学会把篮球举起来 莫非又骑到病友的脖子上叫他灌篮 可球长呢 总用一副关爱傻子的眼神 看着莫非折腾 就是不拖篮 与此同时 瑞秋小姐也在楼上看着这一幕 她明显能感觉到 莫非在渐渐脱离她的掌控 事实证明 她的直觉是对的 晚上瑞秋小姐又放起了 能吵醒整个风人院的音乐 病人烦躁地不停地捶拳击球发泄 莫非一开始还在耐心地教病友 用香烟做货币玩21点 但病友的智商把她气到吐血 简直比劝你们做作业还难 吵人的音乐让她更加烦躁 她求瑞秋小姐把音乐观小声一点 你说话我都听不见了 瑞秋小姐却用一招 你不听不要影响大家听的理论 委婉地拒绝了莫非 可护士长似乎忘了 她从来没问过病人们喜不喜欢这么大声 喜不喜欢这首音乐 只自以为是的给他们提供服务 莫非十分不喜欢她这样掌控所有的态度 当天晚上吃药她便玩了个花招 她张大嘴看似把药吞了下去 走到旁边就把药吐了出来 作为她反抗的小小举动 莫非的讨气大胆 也唤起了病友们躁动的小心脏 她们病友们打赌 一个礼拜就让瑞秋小姐发疯 让她上厕所都找不到门 第二天莫非特地刮了胡子 收拾整期参加讨论会 她准备出招了 莫非首先盯上的就是瑞秋小姐制定的时间表 再希望瑞秋小姐能在时间表上做一丢丢的改变 让他们晚上看一场世界棒球比赛 瑞秋小姐怎么能让她放肆 毕竟掌控这些病人的条条框框 就是一成不变的时间表 瑞秋小姐以别人无法适应改变为由 又一次拒绝了莫非 见莫非不服气 瑞秋小姐提出 据说表决 小师傅从多说 莫非欣然答应 结果 同意看比赛的只有三票 瑞秋小姐以胜利者的姿态扫视全场 所有的病人都在看她的脸色形式 她就像是用一根看不见的金属线 控制了所有病人 莫非一脸郁闷 明明你们想看棒球比赛 为什么都不敢说呢 你们勇敢说出来 我们就赢了呀 莫非气得用凉水给他们冲了个澡 这里环境跟她想象的完全不同 压抑的让她想逃 可哪有路子逃 莫非告诉病友 很简单啊 只要用洗手台砸开窗户就能逃跑 为了证实自己的想法 莫非想要搬起洗手台给他们看看 可吃奶的劲都用出来了 洗手台却纹丝未动 莫非一脸沮丧地走了 但她留下了那句话 是啊 至少莫非试过了 不想周围的这群病友 连试一试都没想 第三天 讨论会又开始了 今天讨论的是小结巴的病情 小结巴被爱情这朵玫瑰刺上了心 导致她也想刺上自己的大动脉 追求小姐和小结巴的妈妈是朋友 你怎么没和你妈妈说过这段啊 再说说当时的心情吧 小结巴明显焦虑不安了起来 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了 可瑞秋小姐还在不断的逼问 这样的治疗方式就连旁边的病人都觉得不太合适 为什么不能让他们这些病人想一想开心的事呢 这不是更好的治疗吗 比如说看看棒球大赛 莫非一听来了精神 立刻跟瑞秋小姐对质上 再投一次票你敢不敢 瑞秋小姐接受了她的挑战 只见讨论会上的病友 一个一个把手举了起来 全票通过 可瑞秋小姐又说 改时间表 得把整个医院的18个病人全算上才行 你现在只有9票 莫非得再拉一票才能算胜利 莫非去找了一个做轮椅的 没用 找了一个自言自语的 没用 又找了一个陆建庄 还是没用 他们都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但让莫非惊喜的是 球长竟然举手了 莫非得票数够败 可瑞秋小姐又以会议结束为理由 作废了投票 带着司板而又玩味的表情看着他们 既然你想改变规则 那我就重新制定规则 你永远玩不过我 哇 真的你们看看瑞秋小姐的表情 没病也要被气出病来了 莫非抢咬着后槽牙忍住怒气 但她绝对不会这样被打败 莫非看着电视屏幕照出自己的倒影 你不放比赛是吧 那我自己来 莫非开始了一场宏大的解说 激情满满 大场面全靠想象 整夜解说员看了都要直呼内行 周围的病友们好像真的看到比赛一般 全都沸腾了 这样的场面让瑞秋小姐感到了危机 她不能允许有另一个人掌控病人 于是立马派出护工 武力镇压 几个医生也找莫非单独谈话 试图让她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莫非却觉得 这群人不过是想抹杀她自由的灵魂 她绝不能让死板的医生们得逞 趁着外出活动的功夫 莫非踩着酋长的肩膀翻出了疯人院的牢笼 但她没有立刻逃走 她偷偷上了疯人院的客车 趁着护工上车之前 一搅油门 带着病友开启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半路上 莫非还叫上了自己的小女友凯蒂 看着这群疯子 凯蒂没有丝毫恐惧 反而还很兴奋 莫非将车开到了海边 准备开船出海钓鱼 她跟值班的老头说 他们是来自疯人院的医生 看着一个个笑眼睛大胡子的造型 还真有点医生的气质 不知道是不是脱离了疯人院的缘故 几个人的眼神也恢复了正常人的模样 平静的海面上划出一道白浪 他们吹着海风来到了深海区 莫非叫上来一个病友 让他负责掌舵 又教剩下的病友如何钓鱼 全都打发好了 自己就带着小女友钻进船舱 准备探探深浅 病友们虽然疯 可是也不洒 这样的好戏不偷看怎么成 他们一股脑全都围了过去 结果没人掌舵 喘一圈一圈的打转 直接给莫非吓软了 莫非冲出船舱 七手八脚的指挥病友 稳住游艇 偏偏在最忙的时候 一条大鱼上钩了 他们一个抱一个 跟大鱼来了一场拔河 不一会儿 便举着一条大鱼 平安回到岸边 此生从来没有这样惊心动魄过呢 可岸边 分人院的医生们都已经等候多时 这群试图逃开掌控的捣乱分子 全被抓了回去 医生们感觉莫非就是个烫手山芋 想下个无病诊断 把他送回劳改场 可瑞秋小姐像是 一定要征服莫非一样 非得把他留下来治疗 他想到了一个 最能让莫非绝望的方式 无碍的莫非还不知道 自己的命运将会有何发展 美滋滋滋带着病友和护工 来了一场篮球赛 几个病友明显没有护工灵活 刚开局就落后了好几分 可莫非是有酋长的人 他们每次把酋传到酋长手里 酋长轻轻一举手就进酋了 他在大步流星走到对方的篮筐下 抓住篮王 对方一个酋也投不进去了 护工输不起 用一个残忍的真相 给莫非沉痛一击 本来吧 莫非劳赶的时间就剩下几个月了 你想离开疯人院 别做梦了 除非得到瑞秋小姐的同意 等到你出院 估计也七老八十了吧 莫非这才知道 自己得罪了一个不能得罪的人 而且周围的病友 全都是自圆进来的 只有他一个人是被警察送进来的 原来自己一直在孤军奉战 但让莫非不解的是 病友们明明一直在抱怨疯人院的虐待 却没人有勇气离开这里 连想一想也没有 这句话好像唤醒了病友们的一丢丢灵魂 他们开始向瑞秋小姐提出自己的要求和质疑 凭什么你认为我们有病 凭什么你扣留了我们的香烟 瑞秋小姐的脸色变得铁青 以强硬的口气告诉他们 这就是我制定的规则 一听到规则俩字 病友抛走了 明明一根香烟就能解决 瑞秋小姐偏偏要坚持执行规则 莫非一气之下砸了护士站的玻璃 逃出香烟后 又跟护工打成一团 护工丝毫不念及他是病人 一拳一拳让莫非溅了血 看到莫非被护工扣在地上 酋长大步走过来 抱起护工 可他们的质字反抗 最终还是被无力镇压了 为了让这些闹事偷偷保持安静 瑞秋小姐安排了一场特别的治疗 嚷嚷着耀烟的病友在治疗室门口死命挣扎 好像里面是一场人间炼狱 听着她的尖角声 莫非心里也不免有些忐忑 她给了酋长一片口香的压压惊 酋长的反应让她大吃一惊 一直以聋哑式人的酋长竟然说话了 原来酋长的聋哑都是假装的 她曾经眼看着自己的父亲被人折磨利用 为了逃离那些人 她假装成精神病一直躲在疯人院 你疯了你疯了吗 他以为这里会比较安全 可莫非的到来才让她看到了疯人院对病人的虐待 莫非劝酋长一起离开 逃出疯人院逃出美国 花音刚落 刚才进去治疗的病友被人拉出来了 之前明明神采异 现在却像个傻子 轮到莫非了 她被一群护工绑在床上 或是在她的太阳穴上抹了一点东西 又塞进嘴里一点东西 随着一阵电流声 莫非疼得浑身抽搐 脸部涨红 窜着出气 古早的养用性疗法 这哪里是治疗 明明就是苦心 病人往往被这样的疼痛 折磨到毫无精神 看着莫非吃傻的模样 就长得心揪了起来 瑞秋小姐却一脸得意 你再狂 可莫非哪那么容易被打倒 大嘴一脸又哈哈大笑起来 吃傻是她装的 就算你们每天点击我 我也不会屈服 我自由的灵魂永远不会被抹灭 一个深夜 莫非正式实施了自己的逃跑计划 她趁着瑞秋小姐下班 偷偷潜入护士站 给小女友打去电话叫来支援 小女友带着闺蜜进了疯人院 她用20块钱和女人 就卖通了守夜人 通信而来的还有点燃夜晚的饮料 酒 夜深人静 莫非把疯人院完成了低厅 闪光灯走起来 护士站里放音乐 正好今天是圣诞节 病友们也跟着疯了起来 啤酒饮料矿泉水 花生瓜子八宝粥 不要钱啊不要钱 分到半夜 莫非在熟水的守卫身上翻钥匙 准备开窗逃走 她本要拉着酋长一起走 关键时刻酋长却退缩了 她个子很高 心却很弱小 外面的世界对她来说太过凶险 她还没有做好准备 莫非临走前 跟病友一一道别 只有小结巴不敢上前 一脸心事重重的站在后面 原来她爱上了莫非的小女友凯蒂 也不知道今后有没有机会再见面了 莫非知道了兄弟的心事 很大度的把她和凯蒂推进了屋里 教她做男人吧 可就是这个小插曲 耽误了莫非的大计划 窗外 挖名振振 莫非静静的等着女友出来 不知过了多久 她再一睁眼 天空已经大亮了 水秋小姐和护工们已经来上班了 看着满地的狼藉 和废友们四仰八叉的模样 工作人员起疯了 他们粗鲁地将每个人吵醒 像对待囚犯一般 强迫他们站在一起 小结巴直接被捉奸在床 但她眼神中带着爱情的光芒 连说话也变得流离起来 可瑞秋小姐故意忽略了 这一个重要的细节 威胁小结巴 要把她乱搞的事情告诉妈妈 强迫她接受 这是一件丢脸的事 小结巴在她的迷惑下 再次结巴地说不出话来 瑞秋小姐顺势施压 逼她说出幕后主谋 小结巴磕磕巴巴巴地供出了莫非 并跪在地上狠狠抽自己的嘴巴 祈求瑞秋小姐的饶恕 但她还是被拉进了医生的办公室关紧闭 这短暂的混乱 莫非本来还有机会离开这里的 突然 护士的一声尖叫吸引了众人的注意 莫非挤到病房门前 小结巴竟然承受不住压力 用杯子碎片自杀了 信号的血点燃了莫非的愤怒 眼前的这个女人就是杀人凶手 如果不是她的逼迫 小结巴本可以正常快乐地活着 莫非冲过去 死命地掐住瑞秋的脖子 恨不得把她直接按到地狱里去 生死一刻 喷的一声莫非被护工打晕了过去 从这之后 莫非消失在了病人之中 分人院似乎回归了瓶颈 有人说莫非逃跑了 也有人说 莫非其实就在楼上 老实的像绵羊 轻松的言语 仿佛在讨论一个无关紧要的人 只有酋长在一旁 时刻担心她的状况 半夜 莫非被送回了宿舍 她看起来呆滞 吃傻 眼睛里不再闪烁光芒 酋长走过去 准备和她一起逃跑 见识过莫非的反抗 酋长已经做好离开的心理准备了 可莫非却没有了任何反应 酋长这才发现 莫非的脑门上有个刀口 她已经被强制做了 额叶切除手术 酋长看着她 就像看着当年 被人利用的父亲一样心痛 莫非的肉体 注定要被困在分人院了 酋长拿起枕头 捂在了莫非的脸上 既然不能带莫非的肉体逃离 那就给她的灵魂自由吧 酋长举起那个谁也翻不动的洗漱台 之前被压住的水流开始自由奔腾 她大步向前 砸开了牢笼 跳出窗外 奔向了自由 她就像一匹被困了很久的马儿 奔向了无垠的旷野 影片改编自肯克西1963年的同名小说 或48届奥斯卡最佳影片 最佳男主 最佳女主 最佳导演和最佳改编剧本 五项重磅大将 其经典程度被称为影视表演必修客 五六十年代的美国 精神病学的声明 在美国人的想象里达到了巅峰 医院把精神病患者 从社区中隔离出来治疗 取得了卓越的功效 可由于对精神疾病认知的浅薄 精神病院和医生渐渐变成了魔鬼 他们试图用一切手段控制病患 而不是有效的治疗 所以那段时间 精神病人一旦被隔离 就在时间变得悄无声息 为了让他们保持安安静静的样子 莫尼兹创造出了一种 名叫额叶切除手术的治疗手段 病人看似不那么疯癫了 但其实是大脑已经受到了损伤 许多功能都已经丧失 就像是麦克莫菲 最后成了一句行尸走肉 这项不人道的手术 以及所谓的电机疗法 对病人都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最讽刺的是 手术发明人莫尼兹 在1949年 还凭此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 直到飞越风人院小说问世 欧美掀起一股反对电机 核磁手术的运动 通过了限制精神病院权利的法律条文 精神病人的生存现状 才得以改善 顺便科普一下 如果执意英文原名 影片应该叫飞越杜鹃窝 用杜鹃窝来象征精神病院 一个说法是 有一首美国童谣 歌词里有一只杜鹃鸟飞来飞去 好像疯了一般 就有了疯人院的比喻 另外我还看到一段 能让你显得特别有文化的隐身 起源于古希腊剧作家阿里斯托芬 他名为《鸟》的作品中 创作了一个云上杜鹃地 这本来是一个没有贫富差距的理想国 结果是 那些原本社会里不想努力的寄生虫们 正先恐后 走后门搬了过去 理想败给了人性 最终困在杜鹃窝里的 都是些自以为过上没好日子的人 根据导演米洛斯福曼说 影片结合了他由铁木杰克 讨到美国的个人经历来改编 这次经历 使他明白 实现梦想或许很难 但如果连是都不是的话 这个梦想实现的机会 就只有零 影片里的整个精神病院 就像是社会某一面的缩影 瑞秋小姐所代表的 就是制定规则的掌权者 她以一种 我是为你好的理由 自以为是的设置了一些规则 根本没有过问病人的意愿 当有人想要打破她的规则 她便开始施压 用时间表 用道德绑架 用少数服从多数 甚至武力镇压 时刻确保病人们在她的控制里 而麦克莫菲 就是打破这层桎梏的人 他带来了不自由污宁死的精神 唤醒了每个病人内心最真实的渴望 只可惜 渴望归渴望 大多数人早已习惯了 杜鹃窝里被拿捏的日常 自由一定快乐吗 万一一无所有该怎么办 他们不敢想象 求分享 求关注 求分享 求关注 求留言 求弹幕 求留言 求弹幕 人生 优优います 嘿 月